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みえこです。 大家好 我是みえこ 美容子 今天我們學習 好久不見用日文怎麼說 好嗎? 我最近大概一年一次回國 回去日本 和我的父母見面 和我的兄弟姊妹 親戚朋友見面 這樣的時候 我經常用這句話 好久不見 久しぶり 這樣說 還有呢 我的學生 有的學生是這樣的 聽了一段時間 聽了一年兩年左右 重新找我 通過郵件聯繫我 老師 好久不見 我在想學習日語 你叫我 先生 お久しぶりです また日本語が勉強したいです 教えてください 這樣 聯繫我 這樣的時候 我特別特別高興 你們也是 主動的 跟個人聯繫一下 那麼對方 肯定很高興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拍一拍 今天的句型 好久不見用日文怎麼說 我在這裡寫的四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 讀一下 久しぶ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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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加上這個 久しぶりだ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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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しぶ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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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 ね 遅刻 離 extrapol一下 第三個 昔久しぶり 久しぶり 久しぶり 有誰喜歡用第三個看情況 好,第四個,對一下 五分散しております 第四個是最禮貌的 所以對老師、對長輩 應該用第四個 再來對一遍 第一 久しぶりだね お久しぶりですね お久しぶりですね Dさんが しばらくですね しばらくですね Dさんが 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 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 你們是真的嗎? 謝謝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バイバイ 今天的課 你覺得怎麼樣? 如果你喜歡 請不要忘記給我點贊 很多人都支持的話 我有動力拍下去啦 還有請關注我的微博 美容子老師的日課 謝謝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 我請不要忘記 我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這個道具 到目前為止 感谢观看